一具站立的尸体就站在电梯门口 电梯门一开 与尸体来个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 光听这个情节 都替站在电梯里的人捏一把汗 这得留下多大心理一意儿啊 但是这件事就真的发生在台湾 而且是七月的鬼月 非常遗憾非常云端 大家好我是有兰达 欢迎回到非常云端 事情发生在2010年的7月 位于台湾一栋叫祖师天煞的商住楼里面 发生了一起诡异的命案 祖师还天煞 光听着楼鸣就透露着一股的邪气 自助大厦的五楼有一个疗养院 这个疗养院里收治一些轻微精神病患者 最近这间疗养院里 有一位叫陈金卓的老年病人 突然失踪了 院邦和家属找了好几天 就是找不到这个陈老太太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陈老太太的尸体被发现了 就在这栋大厦的六楼 发现陈老太太的是一位 住在这栋大厦里七楼的老先生 那天他回家进电梯的时候 电梯里已经有一个老太太 按的是六楼 当时老先生感觉有点奇怪 六楼已经空了好久了 难道新搬来人了吗 他想再次打量一下新搬来的老太太 突然发现电梯里根本就没有人了 这下可把老先生吓得不轻 正在他惊慌不安的时候 电梯门在六楼缓缓地打开了 随着电梯门的打开 一颗身影就站在电梯外面 老先生站着天津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门口的身影就直挺挺地倒进了电梯 老先生一落后退 还是被压住了 伴随着是剧烈的尸臭呼鼻而来 老先生惊恐地发现 倒进电梯里的居然是一只尸体 尸体脸上的皮肉已经腐烂 呈现死灰色 老先生被那尸体一双怨毒的眼睛死死地盯着 此时吓得他看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这时候他突然发现 这个尸体不就是刚刚在电梯里按了六楼 然后消失了那个老太太吗 这一惊老先生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他硬从压在身上的尸尸摸出来 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求救 此时倒进来的尸体半个身子压在电梯外面 这样一来电梯一直要关门 但是始终又是关不上 电梯门就伴着尸臭一次又一次地关门 然后再一次又一次地弹开 老先生拨了好久的电话 因为电梯里的信号实在太差了 电梯门一会儿关一会儿开的 好不容易他才找到他女儿 他女儿在一家外籍工作 此时正在上班 当听到老父亲在电话里断断续续 匪夷所思的讲述之后 他女儿果断地包了紧 但是警察到了现场以后也郁闷了 现场的情况是这样 六楼的电梯门口被安装了一个很大善的防盗门 也就是说电梯门外面还有一道门 这道门和电梯之间形成一个正好可以站立一个人的空间 此时因为站在那个空间里的老太太死去以后 倒进电梯里面 半个身子还伸在外面 这样才会令电梯门关不上 电梯也动不了 警察用老先生女儿的电话打给了他 被尸臭已经训练将近一个小时的老先生 此时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 他接到警察的电话 警察要求他把尸体挪进电梯里面来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动了尸体 他一直强调 刚刚那个老太太的鬼魂一直就在电梯里 他语无伦次的求警察快点救他出去 完全不能冷静下来和警察对话 最后还是他女儿想出了办法 他告诉父亲 天快黑了 如果不快点处理 天一黑 鬼魂太厉害了 到时候谁也控制不了 别说这一招真灵 老先生瞬间想明白了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过去就把那尸体拖进电梯里面 电梯终于可以顺利工作 说实在的 我无法想象电梯下楼的那几分钟里面 老先生是如何单独面对那具尸体的 因为这件事想一想已经很可怕了 在此处被老先生点的赞 算是个心脏强健的老先生 一般心脏差的还真经不住这种下 老先生被他的女儿接走以后 警方调取了整个大厦的监控物像 也揭开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这陈金卓老太太 就是自己按电梯按到了六楼 然后被卡在那里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因为脱水活活困死在那里的 话说这透着诡异的六楼 以前是一个道场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就停了 这一停就是好多年 直到最近才刚刚转了新业主 新来的业主买下这个物业之后 却一直没有用上 就这样空置了下来 这个业主可能是从防盗的角度考虑吧 在电梯门口安装了一个防盗门 而这个防盗门和电梯之间的距离 就是刚刚好可以站一个人进去 但是蹲不下来也弯不下身子 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 而五楼的陈金卓 为什么会跑到六楼 而且还以这么悲惨的方式 死在这个小空间里呢 这里面存在太多的解释不通的地方 首先 这个连蹲都蹲不下来的空间 老太太一脚迈出去 应该就碰头了吧 这电梯门关的再快 也不会快过一步的距离吧 其次 根据警方验试结果 陈金卓在这里站了七天 而死亡时间则是在第五天 那么前面的五天时间里 站在那里不呼救 不喊人 这不合逻辑 就算是他是精神病患者 求生也是本能 不可能站在那里安静的等死 如果说喊了 但是大楼隔音太好 别人听不到 这也说不通 因为事后有记者在六楼做过实验 在同样的位置大声呼喊 五楼完全可以听到 而一个精神病患者 失踪了七天 家人院方已经找了七天 人就在楼上 这样都发现不了 这会不会有点说不通啊 此事发生的时间 恰逢鬼月 想必很多人小的时候 都被老人警告过 七月鬼门开 晚上不要出门之类的 而中国人对于鬼月 从来就是有着诸多禁忌的 而此案发生 就在这个禁忌多多的月份里 难免会让人有一些联想 现在想想 被困电梯里的老先生 言之早早的肯定 有一个老太太按了六楼 虽然这极可能是 老先生被吓出的幻觉 但也不能排除 冥冥之中 就是陈金卓老太太的 王魂在指引 而这被困了几天 不吃不喝 最后死于脱水的陈金卓 他可能不是不呼救 会不会是他的呼救 根本就听不到 想到这里 我感觉毛孔一根一根 都在立着 不管你信不信 这个世界上 的确存在太多科学 解释不了的现象 好了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订阅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